待不住啊 把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 其实我的腰间盘呢 还有点腰饭 这腰不敢哈腰 一哈腰就腰死了似的 但是也待不住啊 想去那个太平湖 森林公园去看一看 我看好像是收费的 应该是很不错的景区 收费就收费吧 写的是门票60块钱 我看它这个价应该是 可能是挺好的 出发了 从这儿到景区啊 有18公里 来回就是36公里 记忆生态旅游度假区 好的 大约多少钱呢 就是住的话一晚上 便宜的是七八百 便宜的还七八百 真是国际型 有辣袋 咱们回家了 不是咱们老百姓待的地方 走吧 咱们去买票 走吧 来买票咯 今天出来的有点晚 应该已经两点多了 才到了景区 只能玩两个多小时 它景区也特别的大 因为我来这个点都没什么人 所以这一个车就我和阿泰 成了专车了 现在我和阿泰去坐小火车 30块钱 我买票花了60块钱 然后他挣了60块钱的票 可以用它坐小火车 还可以在景区里购物等等消费 看看这就是我坐的小火车 现在半路有人上来了 太平湖森林公园 位于云南红河州的弥勒市 这里曾经是一座荒芜的山坡 云南集成公司在这里进行了生态修复 石墨化质里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建成了面积42平方公里的 即观光旅游 度假 娱乐 会议 赛事 养生 为一体的生态化 智能化 国际化 世界级高原 森林健康度假公园 来到这个公园呢 给我第一的感觉 就是壮观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啊 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 环境也是可以改造和改变的 这个公园呢 有许多娱乐项目 特别适合周末的时候 一家人在这里 晚上一天 据说这个公园投资在12.8个里 对 这得错的效果 所以 哈哈 哈哈 哎呦 哈哈 这是一个活到活的地方 看看 这就是一个玩的事 这里都有看 哇 哇 这鱼 哈哈 这鱼 哎呦 哎呦 好了 哎 哎 好美啊 哦 好美啊 哦 哦 是的 啊 哦 好美啊 去等一下其他人呢 这就叫做石墨化公园 看看 他种满了仙人掌 仙人球 各种的仙人球 你说水大了也不行 水小了可能 也不行 就是不太好办 你看他这上面都要开花了 像个小兔子 你像个小兔子跳来跳去的 哈哈 这草太厚了 你走不动就跳来跳去 看看他跳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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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